現在大家可以免費進入我球迷會WhatsApp Group 一起聊波經熱鬧一點 尤其是現在就沒得搞網聚了,沒得一起看波 變成可以在WhatsApp Group一邊看波一邊聊天就不用那麼悶 我都會在這個Group裡面,我會留意大家對賽事的反應 如果大家想進入Group的話,首先是WhatsAppMartin這個人 61935590 他就會幫大家登記入去做球迷會的會員,進入Group 這裡也很感謝Martin這麼有心幫我搞這個球迷會 他真是一個很願意幫人的傳統生意人 他就創業超過20年 他最希望幫到一些人又有被動收入 經常說如果想在逆境當中有退路 首先要在順境當中找出路 最近他都在這個逆境當中幫了不少人找到不錯的收入 所以我都很支持他的 如果大家真的有需要的話,其實可以找一下他聊 雖然不知道幫不幫到大家 或者不知道方法適合大家 但當多個意見多個選擇都是好的 希望大家都可以更加有尊嚴地生活下去 好啦,Patreon的獨家預測當中 我都是說巴黎助和望贏的2比2,2比3 巴黎助和望贏 那封嚴的直播我跟大家說了 就是巴黎沒有尼瑪都沒有所謂 巴塞都是沒得贏的 巴黎怎麼都會入到球 但我都不會猜到就是巴塞會輸到1比4這麼肉酸 那我想大家都很想聽我說這一次的巴塞連續悲劇 就是老盈之夜2021的蔡侯平 但說之前我就想引述另一個人的評論給大家聽一下 大家應該不會猜到竟然是他 都有做這次的評論 這個竟然是碧姬 就是球場上踢那個人 他在球場上做評論的 這些事以往很少見 但今年其實都常見 因為現在球場上是沒有觀眾的 其實很安靜的 球員在球場上講的東西是聽得特別清楚的 我看完翻譯之後 都發現碧姬這次簡直是一語道破 即是可以成為到今天這場球的最簡短賽後評 當時是發生在39分鐘巴塞正在防守角球 然後碧姬就不停在罵 我會複述給大家聽 當中是有粗口 不過我會用合家歡的方法複述 因為這個頻道很多是小朋友學生 開始了 我們是沒有一次猜得太久 接著基沙文就說 不要吵了你老美 迫姬就反擊了 更加生氣了 你什麼老美 我們後面就快去死了 跑到我們狠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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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狠 其實巴塞還未落後 但是碧姬有經驗 他聞到淨隨 他知道惡夢即將來臨 已經要盡快大聲喝出來 我覺得他當時是想喝給教練聽 但是朗勞高文 就太過持調動 坐視不理 其實巴塞剛剛那場西甲 是大勝了一場5比1 為什麼今天走光 答案就是上一場西甲當中 都早有警號 不如我順帶說西甲賽後評 其實上一場西甲打出來不像大勝 一路踢下去都是天然老鼠拉龜4 3 1 2 中路突破難度太高 太容易越位 所以基本上是要靠阿拉維斯 出現小學雞的防守 讓巴塞名賣名賣先進一球 第二球、第四球 其實都是美斯的遠射單天堡自尊 這樣才大勝5比1 那場西甲就用了很多年輕人 所以有些美斯依賴症我都能接受到 美斯也可以控制到 去到歐聯比賽之前 粗氣的狀態其實都相當厲害 但是那場西甲都見到巴塞的後防線 是相當混亂的 所以每個人都會預計到 來到歐聯對巴黎 今天巴黎都會有不少入球 但是都真的預計不到 是巴塞那邊是入得這麼少球的 巴塞只能夠入到一球運氣12碼 就是靠古沙華不小心走過 踢低了這個敵裝 只有這個12碼入球 我真的想不到巴塞是沒有什麼還拖之力的 其實巴塞今天前面的進攻組合 都已經有些速度了 這個就是美斯基三文單給你 而且明明巴塞不需要經常面對密集 但是都沒有什麼施展到速度型進攻的機會 原因就是當大家互相壓迫的時候 巴塞的壓迫就不是很破壞到巴黎的控球權 那就沒有反擊了 但是巴黎的壓迫就比較能夠破壞到巴塞控球權 所以就是巴黎就多反擊 巴塞就少反擊 而且除了高英壓迫之外 巴黎的幾個進攻點都是不停能夠回來打荷包 兩個原因 巴塞的中場運轉力弱 球員動作慢 就被人打荷包 另一個原因就是要稱讚這個普洛天奴 我以為他今天都會用年紀大一點的沙拉比亞 誰知道他夠膽用年輕的基因 令到巴黎出到一個最快的進攻組合 為什麼達斯一根巴塞守門員 今天會騰了雞 兩次解圍撻了Q 原因就是巴黎進攻點太快 埋到他身 安巴比還要是對著剛剛復出的達斯 達斯是不斷受不了 被他說過就過 這裏就講到巴塞後防線嚴重的問題 狀態是很頑皮 除了達斯之外 碧基也是剛剛強行復出 凌格勒是最近才復出 朗勞高文為了今天用比較有經驗和級數的後防球員 就忽略了狀態以及速度 尤其是對著對方巴黎這麼快 而且後防線這麼不穩陣 朗勞高文都是放得不夠多防守中場那裡慘 今天其實應該要怎麼放呢 三個防守中場 逼致這個年輕人 迪莊這個年輕人 搭著比真力 這樣才會有來回高速球運轉力和防守力 攻守平衡 但朗勞高文繼續4231 只有兩個防守中場 其中一個還要是植物人的普斯基斯 這樣就是巴塞今天玩單一防守中場 只是迪莊一個有運轉 普斯基斯就行行企企 當他不存在在這裡防守就可以了 一個在這裡防守防守中場 今天巴塞第一個失球就是這個原因 當時巴塞是用運氣12碼領先幾分鐘 就被人追發 打到就是大概35分鐘左右 巴塞的後防線體能越跌越快 不夠狀態沒辦法 剛剛復出 而且是只有一個防守中場做保護網 所以出現安巴比扭 雪糕統入禁區入球 是容易到打機的 所以今天巴塞有前 但是沒有後是沒有用的 後邊不夠運轉力 不夠狀態搶回球 前邊的進攻就會很少機會 就浪費了前邊的速度型進攻點 後邊搶不到球 前邊就不攻得 這些應該就是所有學踢球 人家一樣要學的東西 也都是可以回應 迫機39分鐘一語道破壞出來的東西 中場搶不到球 結果就變成不斷被人攻 今天後防線沒有狀態 再不斷被人攻下去 就很快死了 結果就真的被迫機up中了 巴塞下半場真的崩潰了 上半場都可以打中型速度假對攻 但是下半場變成來回高速球 原因就是巴黎這邊很想這樣踢 所以就再進一步加大壓迫火力 其實巴塞的後防線狀態不夠 中場不夠運轉力 就絕對不應該跟這個 就是巴黎打來回高速球 他們是要保持控球在腳 好像迫機說要拆久一點 但是巴塞真的做不到控球在腳 原因是巴黎去到下半場 真的逼散了他們 巴黎眼前看到有一個非常好的復仇機會 所以他們更加落力去做 結果就是這樣 大家老來回高速球去到60分鐘左右 巴塞中場沒有運轉力 完全跟不上 然後他們被迫收縮 這裡就看到巴塞根本是不懂得收縮防守區域 他們根本是沒有這個防守DNA 竟然間在這次的收縮當中 後防線搞了六個人出來 平排六個防守球員在後防線那裡 是兩邊的進攻點單比利基三人都落去左右後衛那裡 沒有人幫過4231的中場搶球 今天的中場經已不夠防守 中場是有一個植物人在那裡 而這個兩邊的進攻點都不下去幫中場 反而落去後防線那裡 結果巴黎中場任差不生氣 一腳大腳上 巴塞六人後防線都是被人這樣插穿了 這個就是科雷斯進入禁區底線地球 全中必入球產生 看了這麼久的球真的很少見 六人後防線都是這麼容易被人破密集的 所以其實兩邊進攻點 他幫不幫後防線都是一樣的 那就應該反而幫中場搶一下球 好過不要被人任猜不生氣 你縮得太過後任人如玉 這就是低組別的球隊才會這樣做 也就是說巴塞今天的防守是低組別級數 所以幾分鐘之後再輸到一個佛球高波 這個是1比3 其實朗勞高文應該要早點見到問題去止血 早點拿走一些沒有狀態和年紀大的人 可惜大家都知道朗勞高文打大戰臨場應變能力有多少 結果真的流血不止才懂得調動 那就是輸到1比3 他才說找個年輕人出來 這個必然要打正選的逼致 而去到最慘的那裡就是77分鐘 輸到1比3 才說拿走最沒有運轉力的植物人普斯基斯 是等到對球都散了 沒有了信心 才說拿走植物人其實還有什麼用呢 所以輸多個反擊1比4都不出奇了 其實大家都知道巴塞後防線的球員是剛剛復出 用年輕人是相當混亂不夠經驗 我們都不會說指以巴塞今天贏巴黎 我的預測都說巴黎在和望贏 但是你巴塞可不可以不要輸得這麼肉酸去到1比4呢 為什麼明知對著巴黎這麼高速度 你都是要用植物人普斯基斯呢 上一季就是植物人所以輸給霸人 霍尼克2比8嘛 不過說到這裡呢 我都可能呢 就是覺得批評朗勞高文都沒有用 問題就是普斯基斯他不肯退下來 每次大戰都要踢正選拖累了巴塞 累自己被人罵 也都累到球隊是很慘情這樣去輸得欲算 我也同意坊間所說巴塞球員沒有決心 美斯踢到最後對比賽毫不關心 但是我想問一件事情 為什麼一支球隊會無能量沒有決心 為什麼美斯會無能量對比賽毫不關心 巴塞如果一向沒有決心 那我就沒有得到以往西甲的成績 米斯如果對比賽毫不關心 美斯就不會在歐聯16強之前特意操起狀態 所以巴塞球員本來不是沒有決心 美斯本來也不是對比賽毫不關心 但是一打到大戰,就會有個植物人在,又可以怎樣 今天美斯已經是打正前鋒的位置 絕對是不需要參與防守 所以防守都不行,你就不可以賴美斯不防守 前面已經有進攻的速度型反擊點 所以唯一的問題就是中場不夠運轉力,搶不到球 所以後續所有事情都做不到出來 就是普斯基斯植物人打正選,打大戰 永遠有個人在球隊之上,他喜歡怎樣就怎樣 他打大戰又幫不了手,還要很多時候拖累了 然後每次來到歐聯,對著真正的強敵 就永遠都是發生一模一樣的結果 都是植物人的連續悲劇 所以就算被我踢巴塞,踢一下踢一下,我都沒有心機了 無論是誰教練教,只要植物人年紀大 還是要打正選打大戰的話,悲劇永遠重演 2018年羅馬之夜,植物人打了85分鐘 植物人退下火線的時候都輸到3比0,是出局的比數 最終8比2了,去到今天,2021老刑之夜,植物人打了77分鐘 當時已經輸到1比3的了,去到今天 最後輸到1球,這樣就完成了羅馬之夜,安菲露之夜,里斯本之夜,老刑之夜,四部曲 看完四部曲之後,我真的發現一件事 簡直是環球表演來的,這場戲是環球表演 對手來自意大利、英格蘭、德國、法國 玩盡四大聯賽環球歐洲表演 任何導演都是這樣,主要那個演員都是植物人拖累者 四部曲同樣悲劇收場,所以我同意巴塞球員沒有決心 但是我都同情,為什麼他們沒有決心 巴塞之前有一場西班牙國王杯,剛巧巧就是植物人停賽沒有打 巴塞的運轉力,來回高速球,速率是很好 如果用那一場的運轉力來對巴黎的話 其實一定不會輸得那麼難 很大機會可以打和,巴塞球員就不會沒有決心 巴塞主場要贏球,其實也不是說沒可能贏這個巴黎 所以去到最後呢,就即是說,巴塞在這個暑假轉回槍 雖然是有些入身血的意識 但是清洗瘀血方面是做得非常之差的 你不斷入身血沒有用的 那些瘀血頂住了不走 那些身血進不去的 更加慘的就是,首先清除了那個都沒有那麼嚴重的瘀血 蘇格雷斯 搞到這個瘀血去到馬體會重生 而經意壞死了的是植物人瘀血就不清 就由他在這裡繼續破壞身體機能 歸根究底,都是無恥主席死都不肯走 他死都要搞完夏天轉回槍才走 留下蘇州市 放大了普斯基斯現在的膽量去繼續為非作大 因為現在新主席未到 以這裡我最後一個期望 最後兩個期望 第一個期望就是朗奴高雲 其實今天是有心思的 就是今天他都阻止不了植物人打正選 他看著植物人打正選 就故意擺個4231 只有兩個防守中場 就故意表露植物人的問題出來 讓植物人自己肯說 以後大致不打正選退下來 不過我也知道這個期望是非常天真 可能性極低 所以我有第二個期望 就是遲些新主席來到了 撥亂反正 真是勸退他,勸退植物人 說真的,我們永遠都謝謝功臣 但是如果去到適當的時候 功臣賴死不走 拖累大局的話 這樣就傷了感情 變成功臣都做這個瘟神 就等於以前的魂家 我們都很欣賞魂家的風光遺跡 如果能夠適當的時候 退到下來好頭好美的話 魂家絕對榮憂 但是賴死不走的話 最終的事實就是不得善終 Patreon片尾賽彈的就是說 第二回合什麼展望 以及美斯未來是什麼展望 所有雷斯就說 這場賽事會令美斯更加下定決心離開 這件事到底會否發生呢 或者應不應該要發生呢 我們是會在Patreon說的 希望大家去Patreon支持 如果你都想對於何榮的堅持 去作出實質性的支持的話 你可以加入Patreon 其實港幣40元都不用就很幫到手 已經聽完所有YouTube可以聽的片 也有片尾彩蛋 還有獨家的Patreon節目 包括預測和其他的節目 當然就是沒有廣告的了 7元美金的話 就再加上每個月兩次的專屬直播 收到賽前的陣容 再有30分鐘的直播預測 9元美金就有精裝版的微觀昇華同步 現在的微觀昇華同步就去到精裝版 是會對比本周所有的賽事 去來一些更加清晰更加精闢的評論 是不會重複 是蔡侯萍當中講過的論點 是有更加多額外的 更加深層次的分析 希望在Patreon見到大家 若果你是沒有信用卡的話 不要緊 你可以裝一個拍著照 即是Tap&Go的程式入手機裡面 或者八達通App入手機裡面 然後你就去便利店增值 就可以當信用卡這樣用 多謝大家了 拜拜